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麻煩老師呢 您進到這個彎道之後 既然大家這麼討厭註冊 我們就先不要用註冊的方式 你先做冷卻就好了 可以啦齁 來 你看彎道就是有這種彈性 你看上面有會員登錄 有沒有一個叫訪客 所以呢 待會你按下去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八位數的號碼 你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就好 可以嗎 八位數的齁 來 您到這邊之後 你看我按一下 它會產生一個訪客代碼 這裡 有沒有一個訪客代碼 有 那 您按下產生之後呢 下次如果你想要繼續再用的話 你就在這邊輸入你原本的那個號碼就好 有沒有 在訪客這邊 訪客等你滑過來之後 你們用平板應該是點下去啦 點下去之後是不是有出現這個 對不對 你就按一下這個 取得訪客代碼 直接登錄 那您可以把那個八位數記下來 那麼您有記下來 下次您這一次所做的加入的群組 加入班級 然後呢 您有做的任何的筆記 閱讀的紀錄 它就會幫你繼續保留下來 就是我們講的學習紀錄 就會學習一下 它會幫你保留下來 所以像這樣子齁 那你看我來按一下咯 按一下之後 你看畫面上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八位數 你就把它記下來有沒有 稍微把它記下來 不分大小寫齁 不分大小寫齁 它原則上都是小寫的 就是如果英文字母都是小寫的 那你只要把這個號碼記下來就可以 如果萬一沒有記住怎麼辦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可以再展成一個 不然就進去的時候也會看到好嗎 所以 萬一這裡沒看到 你看我按確定喔 我了解了 好 進來了 那你看進來之後呢 進來之後 你就看到 如果你剛剛不小心忘記了 有沒有注意到 右上角好像還有一個 有有有 這樣可接受了吧 可以 可以啦齁 所以不要因為剛剛這樣就放棄了 我們才剛開始而已 好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萬一這個平台 現在已經有蠻多國中小的用 像我昨天飛飛飛飛到金門去 也是講這個主題啊 也是介紹這個 因為金門大學裡面 其實應該是我這樣講 因為我主要在大專上課嘛 還有高中高職 然後呢 還暑假還會開兒童班 所以我會到處亂跑 那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 球選的年代 其實這些都適用 而且在國小裡面還真的還蠻好用的 好 那你會發現 你一進來之後 在所謂的發現這邊的課程 好 那你會發現這邊呢 有很多 有沒有發現老師這些都是國小的 因為你們這樣比較看不太清楚 所以放在 不要看左邊 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國中的 有六年級的 對不對 好這些都是啊 都是我們 跟國小一樣有相關的 這些呢 你會一進來有看到的這些 都是屬於就是公開課程 公開課程 只有公開會在這裡看到 那這個是屬於類似教材 有點像教育部不是有一個愛學網 對不對 上面有很多教材一樣 那您另外呢 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群組有沒有 發現裡面這裡是一個叫群組 這裡一個群組 那這個呢 群組就有點類似我們班級的概念 比如說剛剛課程這一塊是比較主於 好像是單一個教材 讓大家各自瀏覽 各自收集這種感覺 但是呢 您如果要做班級的經營 就可以到群組這邊來 那今天呢 我們又準備一個 又準備一個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上課錄影片 然後呢 所有的教材內容 簡報內容 都會放在上面 不會因為老師 上完課 就 Sayonara 所以那個資料會繼續留在上面 那我已經把它公開出來了 所以您看一下 在左手邊這裡 來 群組 這瘦莊 很不想看他 但是 沒辦法他又一直跑在前面 好管他的 你看這是我昨天去金門的 這樣 不小心各位就知道 我叫什麼名字了 我有買關鍵字 有空找一下素文老師會找到 好嗎 那我們看 您往這邊看 左邊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的 您就點下去就可以了 點下去呢 它會有一個加入 在右上角那裡會有一個加入 你點下去了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加入 你把它按下去不要客氣 把它加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成功加到我們這個群組了 有找到嗎 有找到嗎 不是訂閱 您如果看到是訂閱的 表示您是在課程 不是在群組 來 您再看一下在哪邊 這邊發現裡面 您看上面 您剛剛按的 您如果是預設進來 還是在這裡 您要跑到下面這個群組 有沒有 下面這個群組這個地方 群組的這個位置 這樣進來就會看到了 這樣就會看到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 那您進去之後呢 現在我們在這裡 右上角有一個加入 按下去 您就進到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你就會看到 我們今天的簡報 還有所有的那些 教材檔案都在上面 還有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迎接你 有沒有老師還沒進來的 還沒有拿到今天的入門券 您如果往下走 您往下走 就會看到我的簡報 已經在下載中 有沒有 老師您可以先看一下 看有沒有都進來了 都進來了 都進來了